93岁的金巴布韦独裁总统穆家贝堪称万年领袖 全权掌控金巴布韦整整37年 到现在都没有退下来的意思 新闻部长莫约星期一以不忠于政府 制造诸多党力问题为由 宣布即日解除副总统穆南加古瓦的职务 引发外界揣测穆家贝这么做 是要保住自己的总统职位 也为第一夫人格雷斯接班副总统铺好度 另外虽然肯尼亚选委会证实 肯尼亚达以98%的超高得票率连任总统 但还是有人拒绝接受重选的结果 抢在11月6号期限前上庭 要求复合选举成绩 法官会在一个星期内决定是否就选举的结果展开复合程序 如果法庭驳回上诉维持选举的结果 意味着肯尼亚达将在这个月28号宣示连任 利比里亚方面当地原定星期二举行总统大选 但基于部分候选人被指违反选举条例 最高法院只好下令无限期推迟选举 直到调查完毕为止 反对派民主变革大会候选人乔治维赫就表示 尽管大选临时喊停 但这丝毫不会影响霍动摇他胜出的机会和意愿 违鹤的支持者表明一定会以示威的方式声援他 部分民众则认为法院不应该一拖再拖 毕竟关乎国家政治和经济稳定 选举应该速战速决才是最佳方案